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这一切都被在魏国流亡的公子施袭看在眼中 他眼见魏国因理亏的心政而崛起 楚国因无起到来也在变法富强 他发奋学习 历经图治 于不惑之年归秦掌权 史称秦宪 宪宪中秦四代乱政 大败魏军 收复西河 是秦国变法革新的奠基人 也是继木工之后 又重新让秦国走向富强崛起之路的一代贤军 那么内外交困的秦国 究竟是如何重振大国雄风的呢 秦宪宫在秦国 又会做出怎样的改革举措呢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秦崛起 上部第十六集 秦国复苏 秦国有一位公子 在魏国待了三十年 他的名字叫施习 又叫做莲 所以呢 前面我们就称他公子施习 要知道公子施习就是公子莲 他为什么会在魏国待三十年呢 这得从秦国进入战国说起 秦国进入战国的国君 叫秦公公 秦立公公 还加个厉害的立 秦立公公 这个事好好不好 是一个恶事 当然一个国君 去世以后他的事好好不好啊 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君 一辈子做了什么 是不是个好人 不取决这 更多的取决于 他的儿子有没有能力 他的儿子在位 这个登上军委的时候 陈子们不敢瞎说 谁恨前任国君 也不敢在事好上面做文章 这得取决他的儿子 所以秦立公公 这个事好不好 但是他很有作为 因为我们从史记里面看 在秦立公公时期 西戎的义区 免珠 中原的晋国 还有南方的楚国 隔几年啊 纷纷的就到这个秦国来朝拜 这个秦立公公 接见这些国家朝拜 是什么角色 当然大家是怕他 还有越国 这么远天远地的 派使者 前来娶秦立公公的女儿为妻 为什么要娶她 那关系呗 所以啊 这个秦立公公时期 他是进入啊 战国的第一个国君 他是带着胜利的姿态 进入战国的 就不能认为说 这一时期 秦国就怎么怎么的不行了 他比他以往的几届国君都厉害 大概得罪了不少人 加上儿子呢 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君 所以在跟他上四号的时候 这号上得不好 他的儿子秦造公 确实是比较弱 所以从秦造公开始 秦国的命运啊 几乎是直线式的下降 秦造公 你看 秦造的造 没有几个国君用这个四号的 可能就是秦造无能 然后呢 他有没有儿子 或者是儿子太小 不知道 总而言之呢 他的继承人 是他的弟弟 大臣们 把他弟弟找回来 立为国君 这个呢 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 做了国君之后 究竟表现如何 但谁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 大树掌门对他极端的不满 要知道啊 秦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就是树掌制 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树掌 掌握国家大权 因为秦国历代国君 第一期所生的儿子 长子 是当然继位 长子 因故 亡故啊 或者什么原因 不能继位 那么第一期所生的第一子 次子 甚至三子 也都是可以继位的 但是 树七所生的 树出的 就永远不能够继位 历代国君的 树出的公子们多了 他就行持一个庞大的队伍 一个贵族队伍 这个队伍里面 他们是贵族 没权力继承军位 那么 他们就是辅政大臣的来源 其中德高望重的 有势力的 能干的 就被选为书长 大书长 他们决定着国君的继承 但是他们本身是不能继承的 而书长呢 也不仅仅由隐姓的人来做 还有少量的是外星人 也是可以做的 这是因为 祖传里说过这样的话 社稷无偿凤 君臣无偿位 自古已然 故师月高岸为虎 身古为宁 三后之信 与经为书 若社稷 社税吉神 一个国家必须的 土地神 国神 代表国家政权 无偿凤 就是这两个省位 不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 君臣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 自古以来 就是这个样子 之前里面打了这样的比方 高岸为谷 高高的山 可以裂变 称为生谷 生谷为宁 这个幽深的山谷 它可以农起 这个弥合 最后农起成为高山 地理形势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 那是缓慢的 而人世间的变化 高高在上的国君 能为平民 平民中间 雍现主 杰苏的人 做了国君 这样的情况 比自然界的地势变化 要快得多 所以诗经里面说 高岸为谷 生谷为宁 三后之信 三后 就是夏商周 三代国君的 他们的后人 三后啊后 不是后来 后就是国君 三代国君的后人 与经为数 所以到现在 都称了 说明 数就是广大 大众 所以的外星人是数 只要优秀 只要能干 也可以担任大书长 但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不可能有军位继生权 这就是秦国的一种政治 秦国实行这种书长制 在国君缺失的时候 往往就得由大书长们 来决定 这是一个国家的元老会 一个元老院 他们来决定 那么这位秦立公公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秦赵公即位 秦赵公在位时间不长 他的儿子又没有即位了 因此大书长们就选择了秦立公公的 另一个儿子来即位 他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即位之后 不知道是做了什么错事 还是说 不能够带着秦国 富强 总而言之呢 大书长们决定废掉他 于是包围了秦淮公 逼得秦淮公自杀了 秦国没有那种儿子杀父亲 为了夺位 这样的事情 但是 有这个陈氏君的现象 这是他们为了避免陈氏君 杀了国君 围起来 他自杀了 他自杀以后 书长们没有说 我们把位子抢过来 而是说 要让他的太子即位 但是太子早就死了 太子的儿子 就是秦淮公的孙子来即位 他的孙子是谁呢 就是秦淮公 孙子即位之后啊 孙子后来又去世了 那他的儿子就更小了 儿子还只有十岁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施习 那么这位置呢 大书长们 从这个秦国的 这个前途考量 要另外另一个 还是离了一个 被围起来 鼻子的自杀的 那个秦淮公的 另一个儿子来即位 他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即位之后 当然秦淮公 儿子即位 孙子即位 到孙子的时候呢 只有两岁 所以这样一来呀 前面这一段 你看到好像很混乱了 其实真的混乱 书长们没有自己夺权的意思 没有呢 这个儿子杀父亲 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一代的 国军即位呢 呈现出混乱 这个最高领导权 呈现这样一种 一种空白 所以呢 这个国家 这个时候 没落了 掉下去了 而且最后的那位 即位者两岁 两岁即位 他能干什么 他母亲抱着 他的朝廷里边 处理国家大事 有这个国家 还像国家吗 那么 用什么来指挥 大家做事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供电力的 金银财宝 拿出来赏人 为了你做事 赏给你 再做事 再赏给他 再赏给他 所以这个 供电的财富 都被他赏赐 都赏赐光了 但是谁也 没有怎么忠于他 忠于这个秦国 所以整个秦国 呈现出一盘散沙 而这个时候的 魏国是那么强势 所以 十岁就出王到 魏国去的 那个秦宁宫的儿子 现在他成年了 他和谁是一辈人 他和现在在位的 两岁的秦初公 他们是唐兄弟 秦国这么衰弱 这么撩到沉沦 所以施洗非常着急 在百家讲坛的 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秦国的大树长们 为什么没有像 三家分禁那样 把秦国瓜分了呢 大树长的权力很大 是国家大臣全臣 但是有一条 永远不能够做国军 所以 在秦国 有三次 弃军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 在其他各国就多了 那都属于 儿子杀父亲 弟弟杀兄长 秦国不是 秦国是大树长们 立国军 觉得这国军 不堪重任 废了 杀了 我再立一个 这样的事件 在秦国立事长 有三次 秦国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的大树长们 永久不可能 像晋国那样 有权力去瓜分国家 他们 虽然有弑君的行为 但是 是忠于国家的 公子施袭 眼看着自己的国家 日渐衰败 却无能为力 此时的他 仍然流亡魏国 公子施袭 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流亡魏国三十年 魏国的君臣 又是如何对待 这个敌国的太子呢 我们再来说说施袭吧 他十岁 就出国流亡 因为他的位置 没继承住 他是秦宁公的儿子 到了魏国 他不是人质 如果是个人质的话 那这边一定会 用他来要挟秦国 他不是人质 他是丢失了 自己的太子位 没有继承到国君位置 到了魏国的 但是对魏国来说 这可是个宝 因为他在我魏国长大 我对他进行 这魏国的教育 那么将来 最少是一个情味和好 弄得不好呢 我魏国还可以支配他 这个师袭 在魏武侯时代 生活了十七年 又在魏武侯时代 生活了十三年 所以这样合起来 三十年 也就是说 他和魏武侯时 一辈人差不多大 在魏国这里 有一个西河学派 而西河学派里的 那个领头人 坐镇西河的子下 他的老师 孔子主张 是有教无类 教育是没有类别 没有民族差别 还更没有国别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个孔子实习 他一定成了 这个西河学派的 一个少年弟子 那么西河学派里的 法家精神 兵家的军事思想 以及呢 最主要的是儒家的 伦理道德 所有这一些 实习在这里啊 是免费留学 学成了 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着急 之所以没有急着回去 是因为 吴奇还在魏国 现在吴奇走了 我看他回不回来 回不来了 他到楚国去了 去帮着楚国变发了 咱不能让楚国赶在先 而且呢 现在的魏国没有吴奇 他卡不住我秦国了 咱得回去了 那么魏武侯 就召见施起 对他说 你要回去 我全力支持 要钱财有钱财 要军队有军队 那实习 什么都懂 你要支持我用军队 还有财富 什么你 那我以后的天命于你 我秦国的天命于你 这个我谢谢了 所以我现在暂时 没有回去的打算 又过了一年多 终于是决定回去的时候 魏武侯再召敬他 回去以后 咱们两国之间 应该保持什么样 什么样关系 我们应该是怎么相处 你要知道 在魏国这些年 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施起表示 从魏武侯以来 到魏武侯对他的这个 关照 生活也好 教育也好 什么关照 表示深切的感谢 并且说了一句话 只要您还在魏 我秦国 绝不跟你打仗 魏武侯听到这个话 心里不高兴 为什么呀 我活着的时候 你不跟我打仗 你又比我年轻 比我活得久 我死了 你不就来打魏国了 因为他留下了话瓣 你活着 我不打魏国 就没说你死了 我打不打魏国 是吧 这样魏武侯是很不高兴的 送走了施起 关于施起要回国 这个消息是不惊而走 他仅仅带着他的几个水族 然后呢 回国来 但是他的第一道关口就被堵住了 就在过去的郑国最早的封地 华县这里 有一个关塞 守关的将领 挡住了 实习报处明来 我是秦宁公的儿子 刘王 三十年 现在回国 对方却说的是 我知道 我只能忠于一个国军 现在国内有国军 所以我不能放您过去 他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个实习其实很恼火 我回来你都不放 要保证那小孩子 然后绕道 到渭水北面 再找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人在那等着他了 这是一个大树长 他的名字叫 军改 军改 接到了实习 把他接回国去 那么国内呢 请出宫的母亲 其实年龄也不大 孩子还只有两岁吧 太后吧 就派人 带着军队去抵抗 听说那个实习要回来 一定要把它消灭在半途中 但这日军队呢 刚刚一出国门 出那个首都的门 将军就向兵士们宣布了 咱们去不是去灭实习 我们是迎接我们的新军归来 你看这个人心所向 都是向着实习的 国内都希望有这么一个 有作为的国军 回来主政 这样 实习的队伍啊 有几个水一丛 走着走着 一过关进入秦国 越走队伍越大 越走队伍越大 走到京城的时候 已经是浩浩桑桑 当然请出宫的母亲 直到这玩玩了 我派的人去也投靠了实习 那个守官的也投靠了实习 还有谁不向我实习的 于是呢 母子两个自杀了 这个事呢 就绝对不能够算出说 实习是势军夺位 不可能 他还没到了 那么这个实习 回国继位 他就是秦宪公 他是春秋自秦末公以后 逐渐下滑 然后重新崛起的 第一个国军 我们想想 当年的靖文公 公子从尔 流亡十九年 经过了磨难 就成一个纹固子弟 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自治家 那么这个实习呢 十岁去受到良好的 魏国的西河学派的教育 然后归来 你想是不是 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现在四十多岁 正当壮年 流亡多年的秦宪公 终于归国 然而站在权力顶端的他 却没有丝毫欣喜之情 秦宪公的心理很清楚 交到他手上的秦国 可谓破败不堪 在外西河备战 秦国东晋无路 求救无门 于内秦寺带乱政 国苦空虚 百姓劳苦 宪公深知 魏国虽强 但真正阻碍秦国 东晋崛起之路的 不是魏国 而是秦国自身 混乱的朝政与国策 此时的秦国 唯有变革 方能强国 那么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秦宪公将会给秦国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秦宪归国了 归位了 他就秦宪公 秦宪公 要做什么呢 秦宪一座国军 当然首先想起 又竹然 那位将军 阻挡我回国 咱先把他办了 这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有人就劝他 说祖宫这可使不得 你想想啊 秦国历代公子 在外边的也不止一个两个 要是谁回来 这个关口都把它随便放行 那再回来之后 那国家不大乱吗 所以这个 又竹然的做法是对的 因为您还没有做国军 也还没有合法的地位 人家终于秦国 这样做得对的 这位公子熙啊 秦宪公 可是重见如流啊 一座说好 所以呢 我回来的时刻 不管在关口阻挡我的 还是迎接我的 一律的赏赐 一律的奖赏 办事公道 这来源于他的 重见如流 而不是钢笔之用 回国之后 他的改革 是小步走 为什么要小步走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回国 是秦国的旧贵族 迎接回来的 秦国庞大的旧贵族 他们需要施行归来 既然人家把你迎接回来 你回来之后 马上实行改革 要打倒他们 要限制他们的特权 这个太不尽人情了 但是 不改革 秦国仍然落后 要改革 贵族们会反对 贵族们要反对 我怎么办 不好办 所以这个秦宪宪公实行呢 小步的 稳步的改革 但是有些事情 说起来是小步吧 实际上是大步 比如说 第一个改革 叫做 致从死 止 致止 终结 终结从死 什么叫从死 就是寻战 就是用活人寻战 其中有三个是最著名的 就是 那个秦武公 死了用了66个人 秦武公 一代霸主死了之后 用了177个人 春秋时期 秦景公在位40年 他去世以后 史书上没有记他 说寻战多少人 但是后来考古 当代的考古发掘 清出来186具尸体 寻战 那么到秦宪宫 现在只从死 废除寻战制度 这个寻战的制度 用活人寻战制度 在秦国 是实行了300年 这也就是秦国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 他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将军 他无起 他也不往秦国去 为什么 因为秦国寻战的人里边 一幕公就有紫车式的三娘 紫车 燕熙 紫车 纵航 紫车 前活 紫车式的三位英雄 有白人不党之勇 都给他寻战了 所以呢 拙后各国的那些士人 尤其是武士们 有军事才能人 果足不前 因此秦国 这个300多年来 没有一个像样的将军 就更别说有什么军事家了 我们说战国 之所以称战国 没有军事 是称不起来 这个状况的 那么秦国 能够称到现在 他已经很不错了 关于这个宠死的问题 就是活人寻藏的问题 孔子是反对的 在孟子里有记载 孟子梁慧王上 有这么一句话 众离曰 始作勇者 其无后辜 为其向人而用之也 这是孟子的解释 孟子的解释说 为其向人而用之也 因为勇向人心 用他寻藏 他就会断子绝生 那何况用真人呢 用真人寻藏 更是应该断子绝生了 孔子是这种立场 所以孔子坚决反对 人群制度的 而且这不仅是 孔子一个人的主张 这是一个时代的思潮 这个时候 大多数有见解的 世人 平民也好 贵族也好 大家都反对 用活人寻藏 因此我们说 秦宪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 自从此 废除秦国三百多年来 实行的野蛮的人群制度 他将使秦国的统治 得人心 那么今后 世人 不再会 果足不息下 事实上 在秦宪公之后 六国之士 纷纷到秦国 这也说明了 那个野蛮的人群制度 是多么的可恨 秦宪公 实行改革的第二条 叫做 陈越阳 陈越阳意思 很简单 就是修越阳城 修了一座城 叫越阳 越阳在哪呢 靠近河西 修这个城干什么 作为新的首都 元代的首都在哪里 在庸 庸在哪里 庸在秦国的西部 而那里呢 盘踞着 秦国历代的贵族们 秦宪公是这些贵族 支持他回国掌权的 所以他不想去得罪这些贵族 我惹不起躲得起 咱把首都搬到黄河边上去 搬到河西去 那个地方 临近前线 直接面对 魏国人 魏国军队 表现出 我要继续东京的决心 同时呢 我们躲开秦国的 旧贵族们 你们想咋干咋干 自生自灭 我在越阳这里干什么 我要实行 政策上的改革 那就是 实行一种土地 租税制度 这种制度呢 早在春秋时候的 魏国就实行了 那叫做出税某 出税某 就是按地 征税 过去不是这样 整个西州的制度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城 每一寸土地 所有权都高度集中在周天之手里 诸侯们是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尽管你开垦私田 但是名义上 这个土地呀 绝对不可能私有 魏国的出税某 确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 秦国现在的实行 已经是比较落后了 秦国不叫出税某 叫出租河 那就是说 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垦荒地 开垦的土地 申报一个数字 按照土地的数量 向国家交纳土地税 国家有了收入 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合法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主人 或者是地主 或者是自根农 地主自根农 开发土地 由了合法的土地 得到国家承认 我向国家增交土地税 立国也立家 那么在雍城周围 就是秦国的老贵族们 居住的地方 那里还是奴隶们 在为奴隶主干活啊 所以不但地听说 东边这个岳阳附近 实行了什么样的改革 大家怎么样的日子 越过越好 所以逃亡的这个数量啊 日益增加 逃到东边来 自己开荒耕地 就变成自根农 然后甚至变成地主 所以这样一来 那个雍城附近的 奴隶主们 他们只能自身自灭 然后人走得差不多 土地大量的荒芜 这就是秦宪公 既不得罪旧贵族 又要实行改革的时候 就采取这个办法 先把首都迁到岳阳 然后实行出租和 就是这个征收土地税 征收土地税 这个基础上 然后呢 再来发展工商业 商业原来这情况是很不发达 现在呢 商业征收营业税 合法地征收营业税 那么每个商人 都可以合法地 做自己的生意 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所以这样 坚持时间不长 结果岳阳这里 秦国开始富有起来 在微信平台上 有位名叫儒雅德的网友问道 秦国为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被中原诸侯视为遗敌之国 仅仅是因为殉葬制度吗 我们说活人殉葬的制度 是中国古代 一种野蛮的制度 它不是秦国专有的 殷商时代最严重 一直到西州 周王朝也有殉葬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 齐桓公 吴王贺吕 还有那个晋幽公 都有大量的人殉葬 秦国被侍卫移敌 不仅仅是因为殉葬制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 在春秋后期 战国前期 晋国和后来的魏国封锁秦国 秦国就不能与中原诸侯各国交流 秦国做他的西荣霸主 那么他们的生活习俗 都和西荣不落相当的接近 所以中原诸侯表示瞧不起 鄙视秦国 把他们视为一地 战国前期 魏国率先称霸 大败秦军 强占西河 截断了秦国与中原的交通要道 从此 秦国东晋失败 被锁西部近百年 而如今在秦宪宫的变法革新下 秦国重新强大起来 西河作为秦国东晋中原的必经之路 收复西河 已是势在必行 那么 施习能否恪守信约 坚持不向魏武侯宣战呢 请继续收看 大秦崛起 上部 第十六集 秦国复苏 秦宪宪宫在位时间不是很长 只有二十三年 但是 直到最后的那个三四年 在一切条件具备 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时候 开始收复西河的战争 为什么这个事才发生呢 因为这个事 对面的魏武侯去世了 他原来不是有话吗 说魏武侯 魏军只要您还在 我就不会对你发动战争 那不是魏武侯很不高兴吗 所以魏武侯去世了 魏武侯去世了 发动战争 这个是说秦宪宫 说话算术 恪守信约 你活着我不发动战争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什么呀 最主要是魏武侯走了 魏武侯在魏武侯死之前就走了 走了几年之后 这位公子熙才回到清国 现在呢 他又等到魏武侯死了 放心大胆的 向何熙进攻 现在执政的是魏惠王 别看这个人是不如他的祖父 也不如他的父亲 神本事都没有 但他的执政 比他祖父父父亲都高 父亲是魏武侯 祖父是魏文侯 他是魏惠王 惠是后人 给他加了嗜好 他称王了 魏国称王了 称王直升提高 不等于的本事见长 他的本事呢 是哪一个都比不上 所以他贪财 又好战 打一仗败一仗 打哪个国家 败给哪个国家 所以这人啊 最后找到孟子啊 说啊 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到处打败仗 第一次是秦宪公 十九年 离他去世 还有四年了 秦军在洛英 大败魏军 这个时候 魏军哪有什么抵抗力啊 无骑走了 五族的训练 也没有了 这个魏惠王直直到贪 魏国 他的霸主事业 竭尽尾声 第二次是在秦宪公二十一年 也就是去世的前两年 渡过黄河 向河东进攻 攻到魏国的石门 大败魏军 斩首六万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而且这个时候呢 周天子一看出秦宪公的本事 周天子派人送来华服 叫做服服 就是华美的衣服 表示奖赏 这不至于说 称他为霸主了 还没成为霸主 已经得到天子的奖赏 天子为什么奖赏 因为他打败魏国 强者就要兴起 尽管这个时候周天子名存实亡 他多大个奖励啊 似乎诸侯们不在乎 但是你魏国从魏文侯 魏武侯到魏惠王 得到过这一份荣誉吗 没有 秦宪公回国即位 二十一年 他就得到了天子的这样的奖赏 周天子也是看颜色行事的 谁强 谁有前途 我讲上谁 所以这是魏国一百多年 三代霸主没得到的荣誉 公子思习 也就是秦宪公 他得到了 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 在少良大败魏军 秦宪公即位了以后 秦国复苏了 也就是苏醒了 还说不上强大 但是秦国真正要强大起来 要打败魏国 进进中原 那个道路还远着了 但是这一年 在对魏国的作战中 据说秦宪公啊 中了毒箭 不治身亡 秦宪公的事业归随了继承 继承者 是不是能够发扬光大 秦宪公所进行的初步改革 由谁人来继承 由谁来改革 这是秦国真正崛起的关键 请关注下集 谢谢